威尔康就指山火聚集 空梯布塞只缺人和 威尔康大火 事隔已经23年 苹果跟着民俗专家 重回县长看个明白 这块地来讲 它就是西南偏南的方向 所以它的火比较旺 当年威尔康大火 造成64人过世 从民俗观点来看 原来这里早有山火聚集 前面设了这个 简易烹调的那个瓦斯炉 所以那个也是火 所以火旺了 再加上瓦斯炉不是火跟旺吗 那当时这个前面 就是有这一个尖尖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火煞 民俗观点认为 建物打掉以后 凶宅曝晒阳光只要一年以上 开挖时再下挖三尺 富途整心 即可脱胎换面 有房子的话 这些好兄弟就会聚在这边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房子拆掉有个好处 房子一拆掉 这个地方会晒到阳光 所以就吸收这个阳气 不过做生意需要天使 地利人和 这块地点不错 地理上有两个火 再来还是要靠人和 比如说 比如说一样都是西南这个地方 但旁边来讲 有做其他行业的 所以也要看业主自己本身 八字是适合做什么 比如说7、11 这种 营业时间是24小时的 那你灯都亮着的时候 这些好兄弟也比较不容易 继续在这里